各位同學好 來看一下台北科技大學的研究所考題 這個題目它是歐勒科許奎旋的標準類型 歐勒科許奎旋的標準類型的話 就是把y當作是x的n次方來解的話是比較快的 我就考慮 這個原來方程式 它的答案型態應該是跟x的n次方有關 只是n要放多少沒辦法馬上知道 所以我要帶回原來的方程式 帶回原來的方程式 就變成x平方乘上x的n次方微分兩次 再加上x乘上x的n次方微分一次 再減掉x的n次方等於0 那微分兩次跟微分一次的xn次方 這個要稍微留意一下 微分法則告訴我說 先把m回到前面來 然後原來次方減掉1 一樣的原則再做第二次為n 所以再把m-1回到前面來 然後原來次方再減掉1 變m-2次方 不過看好每一項都有變成m次方的形態 因為平方跟m-2次方 合併變成m次方 第二項也是一次方的x 還有m-1次方的x 合併之後一樣是m次方 最後一項一樣是m次方 我就把x的m次方提到外面來 瓜併裡面剩下m乘上m-1 再加上m-1 乘上x的m次方 兩部分相乘為0的情況之下 x的m次方是我考慮的答案 我不需要我考慮的答案是0 所以我會安排 瓜併的相乘為0 瓜併的相乘就變成m次方 寫掉1等於0 這叫特徵方程式 從特徵方程式可以找到特徵根 特徵根就是1跟-1 我就把1跟-1帶回原來的方程式 帶回原來的方程式之後 就可以建立我的通解了 好 建立下通解 1帶回假設答案型態裡頭 那就是x一次方 -1也帶回假設答案型態裡頭 x的-1次方是答案 好 除了這兩個是答案之外 還可以做一件事 就把答案做一個疊加 因為我的問題是一個線性又有其性的 線性的意思是說 每一項是不是都只有跟應變數的有關 一個 這個y有兩次微分一個 然後y有一次微分第二項也是一樣 y有一次微分一個在第二項裡面 y不微分一個在上面 一個這個描述法是在表示說 它是正一次方的 好 那跟x相關的相似不存在 它叫其性微分方程式 好 每一項都線性相 然後沒有單獨跟x有關的相似存在的話 這叫線性又有其性的方程式 我就符合疊加原理 疊加原理可以用一下 符合疊加原理的條件 我就可以用疊加原理 答案做一個疊加 好 這是我這個問題的答案 好 以上請同學們參考 好 謝謝大家